哈囉 表弟妹 我看了電影《正義聯盟》 那這個呢 就是電影《正義聯盟》的 《二百五》心得 如果你要看就是很專業心得的話呢 不要看我的 我就是一個二百五 必須承認我完全沒有任何內涵 那電影《正義聯盟》呢 我首先最有意見的就是它那個反派 就怎麼又出了一個就是這麼囉嗦的反派 如果你們之前看過就是《復仇者聯盟2》的話 裡面那個反派叫奧創 這一次呢 這個反派呢 就跟奧創一樣 都是相當的囉嗦 就是啰哩巴索到的基點 他們兩個呢 就是廢話很多 那這一次的反派呢 就是頭上有兩個牛角麵包那一位 但是我忘記他叫什麼名字了 我不管 反正他就是頭上牛角麵包 他真的更煩 他就是比奧創還要煩 他比《綜藝婦女》還要囉嗦 因為呢 他就是到底有多媽寶 我跟你講他整部電影啊 就是講了幾萬次就是 母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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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母親母親 幹他老母到底是誰啊 就這樣從頭到尾也沒有出現你知道嗎 他講了一萬遍他的母親 但是他母親從頭到尾也沒出現 然後我想說奇怪還是他在講就是裡面有一個盒子 我想說 那你也是所謂神經病嗎 盒子就盒子就好 幹嘛叫盒子母親啊 這是神經到極點 總而言之呢 這個頭上有牛角麵包的這位大哥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媽寶 誰要跟他結婚啊 我真的表姐最受不了的就是媽寶 媽寶都不是正男人 怎麼辦 這樣講 該不會就是有一些媽寶會生氣 欸 不會喔 因為媽寶都不會承認自己是媽寶呢 然後再來呢 就是我從小非常非常愛蝙蝠俠 我真的要幫哭 就是蝙蝠俠先生他真的老了 他已經就是打不動了 他完全要靠道具組幫忙 他沒有道具的話 他完全就只是一個有錢人而已 他已經打不動了 我真的要幫哭耶 可是奇怪 他以前 在我小時候的時候在電影裡面他不是很威嗎 就是蝙蝠俠都很威啊 為什麼他到現在就是變這麼窝囊呢 為什麼 我曾經是很愛他的 但是呢 這整部電影呢 唯一真正能幹架呢 其實就只有超人先生而已 從頭到尾都只需要超人出來幹一下那個牛角麵包就好了 就跟不說的聯盟一樣 好像就只需要浩克一樣 懂嗎 就是其他人的功用好像有點小 只要他們一個就好啦 只要他們一個就好了 不然就超人跟配浩克 他們兩個一起去幹架 那就是其他人全部都可以洗洗碎了 那超人這傢伙呢 完全就是見色忘友 四個大字一定要送給他 超人呢 就是 我不管你們其他人要忙什麼 老子先去談個戀愛 真的是他一醒來 你知道 就是先六親不認 然後看到馬子之後呢 才開心 他起床氣真的超大 然後直到看到馬子再開心 那就是所謂的見色忘友嘛 然後後來呢 因為就棺材關太久了 所以就老子先去打個砲 然後再過來接著跟大家說 喔 就是我來幫大家忙喔 我們大家一起幹架吧 就是我的朋友有人鳳姐就我明確肯定 他說 欸超人就是打砲完覺得爽了才去上班 對 就是這樣 他真的就是去打一砲 然後覺得爽了之後 他才去上班 所以 對 沒有錯 超人就是完全看心情 但我覺得超人應該是個好老公 因為他是一個審失僅用的男人 因為他不用花機票錢啊 他老兄呢 就是這樣子 帶著馬子就一路飛 飛回他的老家 欸 機票錢零元喔 然後我的友人鳳姐就說 欸 他開房間也沒花到錢啊 因為回老家打砲 欸 真的耶 所以我在這邊呢就宣布就是超人 他具有勤儉的美德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是個好老公 但是呢 我還是要說就其他四位就是 神力女超人跟蝙蝠俠 還有閃電俠跟 剛剛忘記名字了 有一個不是很重要的黑人 對 因為I don't care 我完全不care他 他們呢 四個呢就是打架打得比較認真 而且認真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那時候就跟我去看的朋友 就有人鳳姐認定說 就其他這四位才有資格領通告費啊 因為超人真的是非常不認真 雖然他指令最強 只是他就是忙著去談戀愛 對 那像神力女超人 我就覺得他通告費 真的非常非常的該領 因為他打架非常認真之餘 就是他每一次呢 就是一定全妝跟全髮 都帶到才上場打架 他妝髮到底要花多久時間 因為像雷神說裡面的那個海拉 就我很愛海拉 海拉他就是每次要幹架 都是這樣 然後就妝髮就好了 就只要一秒鐘 但是我個人覺得就是 神力女超人可能要花有點久時間 可能要每次要打架之前 先花三小時妝髮 他才有辦法上場打架 因為他頭髮都捲得很美 都是電棒 因為他平常直髮 他頭髮都上電棒的 真的很美 他需要妝髮很久 真的是美呆了 那這邊呢 就是正式宣佈就是表姐 就是大乘船就是水行俠 對我的菜就是真的非常廣衝 韓國就是比較陰柔的歐巴啊 到這個man到爆炸水行俠 我都能愛 對我的菜就是橫跨三大洋 跟七大洲 對這是我朋友 對我原本是說 我橫跨三大洋 但是我朋友在家裡就是說 還有橫跨七大洲 對沒錯 喔講到就是 陰柔歐巴對 對不起就是 先講沉船之前 我一定要先 突然想到那件事情 就那一天就是 反正就搭計程車的時候 然後 就那位司機大哥呢 他就是 很愛長雄啊 我怕有人聽不懂 就是很愛聊天的意思 就跟我說 他就是很愛看館長的 就是直播 因為他覺得館長就是 呃 反正就是他的菜就對了 那因為我 我本身沒有在看館長直播 但是我都要館長這個人 所以我就說 喔那很好啊 表示就是 他的直播應該是有趣 或是你喜歡什麼之類 然後後來就不知道講到什麼 他就說 他覺得館長是真男人 然後後來 就不知道又講到什麼 他就說 哪像那韓國歐巴 就是要男不女的 根本就不man啊 什麼的 每個都是娘炮 臭你媽 真的是臭你媽 有什麼 在我 我應該說 我完全尊重就是你喜歡館長 但是 我完全不接受就是 台灣直男就是 炮轟歐巴就是 娘兒跟娘炮 完全不接受 他們只是他們的文化打扮 然後是走比較陰柔的路線 可是他們 excuse me 看一下韓劇好嗎 他們都man爆了耶 而且 歐巴應該是 我根據韓劇裡面的 歐巴是沒有媽寶 但是我真是不知道 現實社會是怎麼樣 但是我是必須說 因為我的語座的關係 是由他們的韓劇 跟偶像來建立 他們韓劇裡面的男人 都man爆了 唷 OK 不然我們女生不會在那邊 在那邊愛得要死好嗎 不是愛得不要不要 我覺得這句話很奇怪 明明就是我要啊 就是愛了我要我要 我沒有不要啊 就這句話真的邏輯很妙 你常常都帥到我不要不要了 沒有 我要我要 對是 歐巴都帥到我要我要了 所以 就是那 而且就想說 gmf 就是坐個車 然後還要在那邊聽你那邊廢話 就是 對不起 我就沒有辦法接受人家罵歐巴 對啊 我就心中狹隘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歐巴 我覺得他們對於歐巴的錯誤觀念 都是全都是因為來自於他們的 很 他們都聲稱是因為體育很髒 但是這件事情我已經講過很多 所以我來講 但是我覺得就這樣子來講 歐巴不對 我覺得太不合理 你需要給我一個確切的證據嘛 對 確切的理由 不然我就是一概就認定你們就是因為 覺得自己沒有歐巴 雖然讓你看到我們這麼多台灣女生 就像瘋狂愛了歐巴 OK 因為我再次說過囉 運動很髒這件事情 因為俄羅斯的team 他們就是整 就是有很多人就用了 所以他們有非常非常多的運動員 是不能參加奧運的 所以如果要出運動章的話呢 請你們連俄羅斯人就一併也一起罵進去 OK 不要就只針對歐巴好嗎 很煩耶 欸就舍太多了 對 沒有沒有 我想到一天 就想起來想說 幹 Fuck 就坐個車付你錢 還要聽那廢話 然後結果 我辦完事情 要回家的時候 我媽 你知道人在睡的時候 真的就是 我跟你講人在睡的時候啊 真的喝水都會嗆死 又坐到同台車 Fuck 又在聽他那邊就是 而且我車程又長 因為在那邊聽他 在那邊就是放屁半小時 我真的好累 我天啊 不要跟我聊天 就是不要跟我聊天好嗎 真的好煩 當然我遇到最好的司機 我當然也是願意趕快是 不要 因為就是他好煩喔 真的好煩 想到那天我真的覺得有點哀傷 最近已經感情路不順了 為什麼還要就是這麼個車子還要被強暴 就是耳朵被強暴 不是被強暴 是耳朵被強暴 好煩喔 就好 回來水行俠 對 我就表姐菜很廣 就很跨三大洲跟七大雅 然後當他就是把威士忌的酒瓶就是 你知道後面有海浪 然後他酒瓶就喝了一口之後 要砸到地上的時候 我的媽我覺得 那裡面我在電影院就是這樣 你知道我真的 我真的懷疑 我真的懷疑我就是這樣 就眼睛這邊都是愛心耶 就是這邊都是 然後愛心 我的天啊 真的是下體海嘯耶 真的下體海嘯呢 是我的gay友人的經典名言 然後呢 因為這個詞呢最近被記者偷走了 而且就是也沒有付我們就是你知道 也是沒有付我們錢啊 那我應該要先註冊才對 所以我這邊就是要 新發明的詞就是 水行俠呢 當他脫衣服要去游泳的時候呢 我的媽呀 就是卵子呢 用pachinko的方式排 欸 怎樣 有種你敢操嗎 這個詞這麼勁爆 我看哪個姿勢敢操 你們好歹寫一下出處是哪裡吧 我跟你講 完全就是卵子用pachinko的方式排卵 那帥到我要我要了 對 我覺得不是帥到不要不要 就是話很沒有理解 因為我要我要 就是要I want 你知道嗎 水行俠就是帥到我要我要了 我的天啊 他全身 因為你知道有一個 就白霧光裡面有一個品牌 就是很尿的品牌 另一個品牌叫TUF 對 塗片在這邊 反正 如果你們常常逛白霧光這的話 可能會看得到 反正我也不是很熟 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品牌的衣服 好像是誰會買 對 我承認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看起來就是就是破破 因為它都破破 然後綠綠的 舊舊的 然後又超會 然後我覺得好醜 欸 對不起 就是TUF的公關不要罵我 因為我話還沒講完 我想說怎麼會有這麼醜的衣服 結果我一看 水行俠全身的便服就是TUF 然後我想說天啊 這是帥爆了 天啊TUF的衣服怎麼這麼好看 所以原來就是不是TUF的衣服 是他們一直都是 他們穿在就是一般就是那個 塑膠娃娃Malo上就是顯得醜 他們就是不行 一定要穿在水行俠的身上 就TUF這個品牌 就是一定要請水行俠來代言 就是硬漢 你知道TUF這就是硬的意思嗎 TUF 完全就是水行俠來代言啊 我的媽真的太帥了 那至於就是閃電俠 閃電俠我對他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 就是一個很可愛 然後廢話很多的一個小男孩 但至少呢他是一個討喜的傢伙 那至於就是那一個就是 像什麼鋼果啦 鋼果 鋼果真的是完全沒有出任何意見 因為就是一個很乏善可行的傢伙 而且我一直有點搞得很懂 他的功能是什麼 是跟電腦很熟嗎 還是怎麼樣 但總而言之就是鋼果對他來說就是沒有很重要 對對不起 閃電俠是蠻可愛的 但是就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想法 那至於對於其他的想法呢 對於剛剛就已經講完了 好啦 那你們如果覺得聽完之後覺得有興趣的話呢 尤其是女孩們… 真的花張電影票的錢進去看水行巷真的 亂著自己接好嗎 好啦 下次見囉 掰